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家隱藏在澀谷小巷內的復古咖啡店 and people 我們現在進到店內囉 然後這裡讓我們 給我有一種迷幻的感覺 這家店的場景跟風格的色調 然後感覺很小 我們家味的電影 就剛剛在等待區那邊也別出新採用這些小巷的設計喔 我們點了一個柳橙跟玫瑰的維吾酸飲料 還有起司的冰淇淋 這邊這個是熔岩巧克力蛋糕 最後還有一個火雞車拉貼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熔岩蛋糕吧 裡面巧克力醬熱熱軟軟的 不會是熔岩啊 我們今天主要是來這邊喝茶還有吃甜點 但它其實還有很多主餐類的料理喔 酸酸黏甜的非常非常的濃厚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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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冰淇淋是跟弱農合作的起司冰淇淋 試試看味道吧 真的好清爽喔 真的有種不想的牛走出來這種感覺 很厲害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的這家有七零一代風格的咖啡廳 如果你也喜歡懷舊風的話 記得來這裡看看喔 各位我的包裹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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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partic 還是